写给奔武的七零后,人到中年远离这几种社交圈才能福气常在 人到中年回首走过的那些路时才发现,人生路已经走了过半 无论前半生是大富大贵还是平常人家 到了后半生,能活得舒心和畅快,日子过得平平和和比什么都重要 正所谓事实不惑,五十之天命 想要不再困惑,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前提 就是要知道不要什么,舍弃什么 到了中年,身边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 但并不见得这些圈子都是好的 虽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城市相同的人更容易聚在一起 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所处的圈子也会慢慢将你同化 那些不能带给你能量,反而让你越来越不友好的圈子 要果断舍弃,果断远离,因为后半生跳不出这些圈子的中年人 只会让自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直到没有了翻身之地,又何谈福气呢 一,远离攀比膨胀,互相利用的圈子 到了中年间的最多的圈子,就是那种互相利用的圈子 酒桌上的攀比灿妹,酒桌下的流民片,少二维码 有些人甚至觉得在一起吃顿饭,合格饮就算一个人脉了 事实呢,奔着互相利用而结成的圈子,一结也一散 而长期身处这种圈子,对自己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消耗 更容易让人迷思自我,在灯红酒力,推杯换展之间 底线越来越低,犯的错误就会越来越大 人到中年身处如此表里不一的圈子之中 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消耗的远比储存的多 会不会落得一身心,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样的圈子里,只会让后半生身心俱疲 二,远离故步之风,消极负面的圈子 作家刘鱼曾在《授你一颗子弹艺书》中写过 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 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 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 人到中年,走上了奔武的道路 最容易进了一个圈子,就是固步之风,消极负面的圈子了 圈子里的人对生活没有了期待,也不愿意接触了解新鲜的事物 开始走上了混日子的道路,过一天,少量想 闲暇之余就抱怨生活和命运的不公 身处这样的压抑圈子中,只会把你越圈越紧 当初温暖也早已经变成压迫 本该到来的福气,也在你们此起彼伏的哀怨叹气声中溜走了 二,远离不务正业,投机取巧的圈子 面对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嗷嗷逮捕的孩子 没有几个中年人是轻松惬意的 也许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平平凡凡的,我们到了中年,也没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这不是投机取巧的理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定要远离那些不务正业,来钱快的圈子 到了中年也该明白 人这一生,有些路走错了就没有机会回头 有些错误是没有弥补的 长期处在一个不脚踏实地的努力 总想躺着正天快,政府签了圈子 想靠投机取巧做发财梦的圈子 导致货端是早晚的事情 施维格曾说过,命运所馈赠的礼物实则都是暗中标好了价格 那些不务正业却总想着一夜报复 那些投机取巧,渴望飞来横踩的人,迟早被淹没,被吞撕 人是群居动物没有错,一个人需要活在一定的圈子里才会不那么孤独 才更容易让人获得认可,找到归属感 但一定要远离这种攀比膨胀,故不知风投机取巧的圈子 因为后半生的好坏都是由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决定的 身处如此的圈子中,不仅会招致很多是非 还会耗光后半生所有福气和好运气 果断远离才是名字自举